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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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送信的人来了 请他进来 微臣更莫值参见王上 起来吧 庚先生的大礼本王已经收到了 如按微臣所想 子凡应当直接能让天玄投降 可惜还是奇差一招 被那顾时安所破 是微臣思虑不周 望王上责罚 庚先生做到如此地步 已足够诚意 只是与天玄一战 恐怕还得从长进 想必天玄大军短期内已无力再战 此刻若是乘胜追击 拿下天玄便如探囊取物 天玄既已无力再战 此法是最好 王上 若要出兵 微臣愿意亲自领军前往 如今天玄示威 若是此刻拱进 能拿下最后 只怕天玄将士一命相搏 到时候 我南宿将士也必会有所损伤 本王不想看到此等结局 王上所言甚是 那我等便先静观其变 若是近日内无祥书 再出兵强攻 王上以为如何 那便先静观其变吧 让我们遵徒 Els 三哥 一群一群人 一群人 一群人 这群人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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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多大威胁了 天玄大军此次损失惨重 就算是他的毒解了 也是强弩之末 想必这天玄气数已尽 不到最后一刻 切不可妄下结论 是 不枉我此番谋划 甚至将他也置于战火之中 不枉我 王上 余毒未清 王上莫要过度伤心 上了身子 跟王辰可曾找到 臣已经派人去追了 之事 未曾找到 公孙父相和仇将军之事 定与他脱不了干系 王上对其不甚重视 跟莫持有心高气傲 怕是他早已叛向他国了 此二国欺人太甚 不仅占我国土 如今连死去的人都不放过 王上 臣愿前往敌军军营议和 讨要 求将军移去 事可杀不可辱 吾国只有战死的兵 没有贵生的名 不仅仅 谎论天大地大 慕容林他有一朵仓 我又如何去找他 王上 臣有一事 原本想尝埋地下 现在 却不得不说 如果 我输我就是求朕 你可相信 王上 你可曾记得 你说 你独欠求朕一人 但求朕 从未觉得 王上有任何亏欠为真 为真 只是不愿 王上中了奸计 无论是遗物还是遗去 都没王上 你来得重要 你敢骑军 你敢骑军 臣 臣不敢骑军 王上 您可记得 臣说 臣乃死尸 只需将命交付王上 但王上却说 您养的死尸已经够多了 不缺我一个 王上 你不记得了吗 你不记得了吗 顾将军 此前顾王已多次试探 你皆已否认了 你现在再来说与顾王听 是在可怜我吗 王上 顾王只是病了 还未神志不清 顾将军 顾将军和囚镇 顾还是认得清楚的 囚镇已经死了 谁也不能代替他 在顾王心中的位置 顾王知道顾将军 一心为国 想要顾王振作 才说出此等玩笑之言 只是顾王希望 顾将军不要再说了 免得伤了军臣情义 你下去 我们上 不认识 肖然 近日可有传回消息 暂时无影 天玄已知末路 近日必有动作 你去告知校尉 让他安中密切观察 若是萧然 需要有配合之处 即刻出手 是